今天我會做韭菜蠔仔煎蛋 不是煎蠔餅 而是煎蛋 這裡我買了3元韭菜 哇 很多 應該放一半都已經夠了 我會洗乾淨 把麵包撕掉 剪去 約1cm 長長幼幼幼都無所謂 不用整齊 我想一半都可能不需要 但現在的時候 買港幣不理會說要買1元 如果你說買1元 人們會罵你 唯有就要買3元 剩下一些炒其他菜 如果炸鸡蛋太多韭菜就不黏一塊 我放了三分之一的韭菜 這裏有四隻雞蛋 我買了20元 我沒有拍攝洗韭菜 如果想看怎樣清洗韭菜 可以看我哥哥以前的影片 或者叫哥哥拿下來 讓大家看 因為我其實清洗得很麻煩 鹽和胡椒粉 然後輕輕攪勻 不用攪拌的 即是攪拌就攪拌就攪拌 這樣攪拌均勻 以結鑊 下油 加多一點油便會容易煎些 用一瓶盒 一瓶盒放進去 下油 為何不一大底煎呢 因為我翻東西很炸 一大底很難煎 中火不用太小火 太大火又很難控制 焦了就不好 煎到差不多 煎到差不多 放進去 底部也很香 這樣就能翻 而且你看到表面 其實也有半少少凝固 這樣翻轉 這樣翻轉 小小便容易翻 一大底我便沒有能力 這樣 如果整個翻不到 做半圓形都可以 可以 其實另一邊煎多1-2分鐘 其實都可以 其實不用反的 就這樣鏟也可以 不如反轉 給你看看 這邊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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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吃蠔餅很熱氣的 煎蛋來的 吃蠔餅很熱氣的